煮料,煮铜骨750克,辅量,白萝卜400克,生姜5克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铜骨,萝卜,生姜,萝卜去皮,洗净,切块,铜骨洗净入锅,加入凉水,将骨头中的血水煮出来,洗净,放入沙吊子中,加入适量冷水,大火煮开后, 半观铃门,小火煮至1小时,煮出的汤汁浓白,加入生姜片,继续煮煮20分钟,换煤,汤开后下入萝卜,大火煮开,小火再慢煮40分钟,煮好的汤加入盐调味,烹煸技巧,一,铜骨煎用冷水煮出血水,煮好的汤品,汤汁白白不浑浊,二萝卜汤,一旦不宜咸,如果喜欢短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